歡迎來到FINTO,我是阿芬 今天我們要來玩這款 薩爾達傳說 自夢島 這款遊戲剛出的時候就一直都很有興趣 主要是這個林克啊 非常可愛 我先前就有和睦睦一起玩過 礦與知習 大家都知道薩爾達傳說就是一個很經典的IP 它每一款遊戲基本上都很好玩 那因為以前啊 就是中文化沒有那麼多款遊戲 所以說其實我本身玩的不多 只是一直都對這個系列很有很有興趣 今天我們買的這一版是特別版的 裡面除了有遊戲以外 還有一個畫冊 那畫冊的話整個的封底封面 都是黑色的 上面有燙金的感覺 超級有質感的 哇 整座自夢島 超級漂亮的吧 我雖然說還沒有玩到這款遊戲 但是它的宣傳片我是有看過的 就是這個蛋啊 劇情裡面很重要的元素 那麼裡面 這個就是林克的人物設計圖啦 旁邊這邊的是Q版的 這邊就稍微比較寫實一點的 那接下來就是 遊戲裡面的一些建築啊 場景 還有一些怪獸跟人物的設計圖 還有一些 迷宮啊 迷宮的場景也都在裡面 這個應該就是BOSS了吧 感覺超級厲害的啊 挑戰BOSS應該也是這款遊戲裡面很大的一個特色之一 好 剩下的我們就在遊戲裡面慢慢體驗吧 氣泡 這個動畫我有稍微看過 就是應該就是 就是林克在渡海的時候 然後遇難 就海嘯把它捲起來 然後他就漂浮到一座叫做 知夢島的地方 這個時候的畫風還沒有那麼的Q 因為在遊戲裡面我們就變得很矮很矮 像黏土人一樣 這個算是少年林克 跟曠野之奇的那個林克不太一樣年紀的 曠野之奇感覺就是比較年長 應該接近16至少有18吧 我覺得 其實開場算蠻快的 馬上就 到知夢島的劇情了 旁邊這位就是女主角了吧 跟以往的薩爾達故事稍微不太一樣了 是 女主角 不是薩爾達 對 這個 發射就不一樣了 巨大蛋 我覺得這個蛋超級像是 馬力歐裡面要吸的蛋 也是那個斑文的部分 好 開始囉 新遊戲 我們的名字 沒想到竟然還可以取名字 醒來了 醒來了 太好了 女主角叫做瑪琳 還以為已經沒救了 你剛才好像一直在做噩夢 一直在痛苦的聲音 咦 薩爾達 你認錯人了 我叫瑪琳 你還沒完全清醒吧 這也是可湖領導喔 可湖領導 沿著路往南邊走的話 就可以達到你被衝上岸的海灘 不過 自從你來到這個島之後 這個附近就開始有魔物徘徊 你千萬要小心喔 這應該就是他的父親吧 呦 林科芬 你醒來啦 俺叫塔琳 你還好嗎 嗯 你在想 我怎麼知道你的名字 我只是看到你的盾 背後有寫你的名字 來 就是這面盾 你拿著吧 喔 很經典的盾 現在只差劍了吧 對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取盾 來防禦敵人的攻擊 這個踏步聲 太可愛了吧 太重了 對 RPG 遊戲 一個很經典的遊戲機制 就是我們可以 在別人家裡亂砸東西 但是 湖現在是拿不起來的 嗯 沒被春 我們的劍被衝到哪裡去了 啊 該不會就是在 我們被衝上岸的那個海灘吧 我們去那邊找找看 這個是 瑪琉裡面的經典角色 算是致敬吧 從這邊看不到牌上的字 我要從正面才看得到字耶 所以我們被衝上岸的海灘 叫做 拖龍波海岸 這個沒有意外的話就是魔物了啦 對 我們拿著盾就可以抵禦他的攻擊 並且 他不像是礦與執行那樣子 你的盾跟劍是有耐久度的 目前看起來是可以一直擋一直擋 那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被那個章魚哥打了好幾下 那麼 我們可以拿著盾這樣擋過去嗎 可以耶 可以這樣推過去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 小迷宮囉 我們到了 找到我的第二劍了 但是觸發劇情了 貓頭鷹先生 悟悟 原來孩子你是這把劍的主人啊 原來如此 怪不得怪物們都開始在四處鬧事 畢竟告知風雲甦醒的死者出現了呢 據說若不喚醒風雲 那位死者便會永遠被困在這個島上 來村子北面的不可思議森林吧 烏會在那裡等你 悟悟悟悟 好酷的貓頭鷹喔 感覺遊戲裡面的貓頭鷹都是很重要的NPC耶 終於 遺失了劍 上面有我的名字 按下B就可以揮劍了 哇 帥氣度大提升耶 好 開始 可以擊殺一些魔物了 那麼剛剛貓頭鷹告訴我們的指示是到北邊 寶箱寶箱 寶箱打不開嗎 感覺是要有鑰匙耶 還是有炸藥之類的 那透過剛剛與貓頭鷹的對話 我們大致上可以了解 如果不喚醒風雲的話 我們就會一直被困在這座島上 那肯定林克不會希望 故事這樣子發展 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須要去處理 趕快到北面去吧 觸發主線劇情 回到北邊的不可思議森林 應該會再一次路過原本的這座城鎮啦 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整座島的全局 不知道這座島的規模是大還是小 趕到馬鈴囉 對了 林克芬 卡琳到森林裡採蘑菇去了 我很喜歡唱歌 來聽聽這首風雲之歌吧 天啊 好好聽喔 風雲之歌 我們這樣離開好嗎 他還在唱耶 可是我們在趕劇情耶 這不好意思啊 回來再聽 他就一個人在那邊唱了 欸 機是可以舉起來的 好 得到好夥伴啦 帶他去不可思議森林 目前已經到這個村莊的最北邊了 感覺好像沒辦法再繼續往上走 但是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到 上面的確還有路 感覺是要繞到右邊去嗎 往東邊的話是烏庫庫草原 遠東的話是動物村 看一下高視拍 來了 這邊就是不可思議森林 喔 危險 茉莉布林 大量出沒中 應該就是某種魔物啦 有了 刀招就可以把擋住路的草給砍掉 又是貓頭鷹 聽到正刺聲了 告知蘇醒訊息的勇者大人 歡迎來到不可思議森林 這座島嶼名為可湖領島 是絕對不會被記載在地圖上的島嶼 這個建立在孩子你的世界 稍微不同的法則之下 誰也不能離開這座島嶼 只要統治可湖領島的神 風魚一直沉睡 就無法開啟通往外面的道路世界 話說回來 你看到在村子南面的腸尾大洞了嗎 拿著這座森林某處的鑰匙 就可以到腸尾大空洞去 風魚在注視著你 嗚嗚 我現在在頭腦裡面 他的樣子就是一隻魚的樣子 然後可能會 可能會飛 喔這個應該就是剛剛講的那個魔物了吧 大豬頭 砍了他一下就會生氣 並且會丟那個長槍 所以我們要掌握好節奏 哎呦 要在砍的過程中 還是要舉盾出來 因為被砍他會往後退 而且他會遠距離 看到你的話就會射了 喔這個是狸貓 這是魔物嗎 感覺很和善耶 不想砍他 暗示惡作劇的狸貓 最討厭像粉狀的東西喔 最討厭粉狀的東西 你在講什麼啊 砍貂草的話 也可以得到那個綠色的鑽石 還有可以補血的愛心 吸吸吸 在不可思議森林中 迷路了呢 懂懂 我們沒有迷路吧 我們還在探險當中啊 所以剛剛那個 狸貓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啊 是精靈嗎 是精靈嗎 你看起來還很有精神 累了再來找我吧 喔 這是回血精靈耶 身體中的精靈果然不一樣 超級夢幻的 超級童話感的啦 可是目前 哎呦 這個是拿盾的 喔 所以不能從正面砍他嗎 我們必須走位到他的後面就知道 啊 要走位 要走位 啊 我被砍了 完了完了 我先去回一下血 不然就慘了 讓我來治癒你的傷口和皮類吧 請閉上眼睛一回 哇 妖精治癒術 哇 他消失了 補完就沒了 我只能補一次 早知道慎重一點的 這次要舉著盾 跟著豬頭對打 我知道了 用盾就可以把他彈開 之後就可以用刀砍他了 這個應該就是史萊姆了吧 紅色的史萊姆 好 這個洞應該就是 不能夠下去的意思 那麼 這條路 又是拿著長槍的 這個距離感要抓得很準耶 目前我們的劍攻擊距離 也是算短的 將來不知道會不會拿到弓耶 弓也算是 靈克非常經典的武器之一 哇 這個是 繞起來 這怎麼過啊 跳得過去嗎 對 是沒有跳劍的 綠色會發電的史萊姆 哇 不能砍他 會觸電 哇哇哇哇哇哇 要死了 天啊 嗶嗶了耶 這個生理感覺 無法再繼續探索了耶 有一個架卡關耶 這邊過得去嗎 不行耶 而且用盾是擋不了的 對 走位走位 繞過了繞過了 這感覺超酷的啦 這感覺就是有魔王的感覺 好 那我們進入第一個迷宮 沒有沒有嘛 巫婆的家 住得很像迷宮的感覺 那左邊這邊有一斬火 右邊沒有 我們來跟巫婆對個話 嬌嬌嬌 森林蘑菇變 烏烏 斑斑斑烏烏 化為魔法粉 魔法粉 所以說剛剛狸貓說 他不喜歡粉狀的東西 跟這邊有什麼關係嗎 好 我們的血還是沒有恢復耶 然後很想要拿中間那個心 不知道怎麼過 哎呦啊 遇到這個豬頭了 比較穩的方式就是先拿盾 抵擋它們一次 然後再進行攻擊 哇!黏住了!黏在身上了! 喔!可以甩掉! 這黏久一點應該就會扣血了吧 找到一個樹洞喔! 小心龜裂地板 過重的人請勿踏上 龜裂地板是指哪裡啊? 既然這邊看到了一個樹洞 我們就先進去好了 喔!終於進入迷宮了! 這有蝙蝠耶! 這邊有紫色的礦石可以打壞 那這邊裂開的地板 應該就是所謂的龜裂地板 走過去就會裂開來掉下去 那麼這個... 寶箱是打不開的耶! 跟我們上次看到那個寶箱一樣 往深處走好了 喔!這個是可以推的! 好!我們要解謎了 要怎麼拿到那個紅色的猩猩呢? 感覺是...這個往下嗎? 我這樣推是對的嗎? 這個往上推就死路了耶! 這個不能拉!只能用推的 對!這樣子應該就沒得玩了 對!這樣就死路了!是過不去的 太難了吧!好想拿喔! 完了!我最多只能推成這樣子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推了 哇!改天再回來解了 太難了! 我們至少要拿到剛剛 貓頭鷹講的那一把鑰匙 這個是蘑菇耶! 感覺就是重要的道具耶! 我想起來了! 剛剛烏婆有說 可以拿蘑菇變成糊糊 再拿糊糊變成魔法粉 所以說這是一段劇情嗎? 我們可以把蘑菇拿回去給烏火 變成糊糊 然後應該就可以把... 狸貓再變成其他東西嗎? 我們就試試看吧! 喔!不能停太久!不能停太久! 我剛剛在第一顆停太久 結果它就裂開來了 這個是什麼? 力量碎片! 力氣變很大! 力氣變很大! 不行耶!我沒有路可以走耶! 只能掉下去了嗎? 對我只能掉下去了! 不行耶!我沒有路可以走了! 這是在整人嗎? 這推不動! 完了!我路越來越少了! 喔!可以這樣走是不是? 走那個邊邊是不是? 原來是這樣喔!不早講! 竟然可以走邊邊耶! 就不會死耶! 對!可以走斜的! 我都沒有發現可以走斜的! 喔! 那從正面就可以開寶箱了! 50盧比! 這邊好像沒有走過喔! 守護果實! 受到敵人攻擊時傷害減半! 哇!好酷喔! 有沒有!藍色的氣場了耶! 剛剛我記得有兩條路 忘記走到哪裡了! 是這裡嗎?是這裡往右嗎? 在這裡這裡! 巫婆家! 請幫我把蘑菇變糊糊! 那個是含睡菇! 給我3秒鐘! 我來替你製作好東西! 這個巫婆! 太可愛了! 我的天啊! 得到魔法粉的對不對? 打工高層! 使用時注意一下剩餘的次數喔! 試著先灑在這個房間的某處吧! 喔! 可以按加號 把它放在X鍵或是Y鍵上 所以灑的會怎麼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啊 不管是對人灑還是對火灑 對老鼠傻 都沒有感覺了 那試試看對魔物傻好了 像這個咧 這樣我們就可以打倒它了耶! 把它變睡眠狀態之後 不是只有砍砍而已了 平砍的話就真的 稍微有點無聊 有這種魔法元素 對!RPG是要玩這種 那麼剛剛那個狸貓 他說他最討厭粉粉的東西 我們要找回他 朝著他灑魔法粉 應該就會有不一樣的劇情發生喔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我們見證 魔法粉究竟有沒有用呢? 有!狸貓!非常難受的樣子 但是他很可愛 我們這樣對他是對的嗎? 哇!他怎麼是塔林的樣子啊? 咬了一口蘑菇之後 俺就做了一個自己變狸貓的夢 雖然不記得在夢裡做了些什麼事情 但總覺得過得很快要邀 所以我們算是救了塔林對不對? 俺打算多休息一會再回家 那麼...我們還沒有拿到鑰匙耶 貓頭鷹說的那把鑰匙不知道放在哪裡 有了有了有了 剛說鑰匙而已 腸尾鑰匙! 拿著那隻鑰匙到村子南面的腸尾大空洞去吧 試著找出沉睡於洞穴深處的樂器 風雨在等著你喔 哇!風雨到底是什麼樣的神秘人物啊? 雖然說主線劇情告訴我們要到南邊去 但是這森林好大好想再探索一下喔 我們到果紅加沼澤了耶 這邊的怪都不一樣 還有食人魚! 這個應該也是魔物吧 這個花 打它就會縮起來耶 所以這樣子打不到它 它有防禦機制 那撒魔法粉呢?也沒有用 代表說我們要用其他的道具或者魔法 才能夠對它產生有效的攻擊 危險!汪汪以外請勿進入 這個汪汪就是我們剛剛在村子裡看到那個 會咬人的那個黑色的 所以說將來我們有辦法飼養汪汪嗎? 那麼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很像是一個商店的感覺 童話中我們看到了那個小木屋 電話是不是在響啊? 對在響耶在響耶 趕快截起來 是烏魯里拉爺爺 想知道島上的事情問我就對了 沒用的時候就打電話給我吧 請多多指教啦 順帶一提村子裡有一座圖書館 要是你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就去那裡調查看看吧 那麼再見了 烏魯里拉咔嚓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有兩個主線可以去破 一個是去到貓童魚所說的在南邊的那個洞穴 一個是村子裡的圖書館 應該都會觸發不一樣的劇情 那麼我們今天林科的冒險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一起去到村子南邊的洞穴 一起冒險解謎 希望在下一支影片就有機會可以碰到我們第一支的BOSS 那麼如果是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們的樓下留下個喜歡給我們個鼓勵 分享訂閱這張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